同时为各位居士 各位大德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到我们校园阿伯的学生 真的是越来越多 今天我们阿伯这一两年来 这个辛苦的发心 一路去教导这个中文 现在慢慢的看到成果 所以我们应该给我们阿伯一个 最后一个掌声 给他鼓励 而且他说他的学生没有机会讲 下次让他们来的话 一人讲一句 每个人的中文都很标准 所以可见他们也是很用心在学习 所以真的是进步很多 我们也希望他们常来 常听 也能够多讲 这样子相信他们中文的进步 一定会更快 在这边 我们首先先宣布一件事情 让大家知道 下个礼拜天 是16号 下个礼拜天的16号 是我们帕布松上 我们可爱的范比丘 他在外来五圣市 他新的故地 因为有一个住持 给他一个新的故地 已经经过了几个月的整修 已经完工 所以在下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 来跟这个住持 跟这里的福祉池 跟他过头 跟他借 所以我们有台湾的一个团体放声会 要来这个地方 就用你们这边的场地来放声 所以这个联系跟幕后 都是帮比丘 来帮我们协助 那今天他的新的一个故地 能够落成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去给他这个华会当中 能够壮严谈场 让他能够觉得说 我们读书会的局势大德 也很有情有义 虽然他最近很忙 比较忙着写书 忙着一些的事物 所以他比较没空来 但是我们也表达我们的感恩自信 能够在下个日诞文化往生 九点结束之后 我们直接从这边过去 这个华尔文 就是从帕朗桑 一直走一直走 就是在我们十六 摔这次走 就是我们两年前去帕朗桑 是新的华会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做个说明 让大家能够了解 有空的 我们就尽量踊跃去参加 表达我们对帕朗桑的一个感恩自意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说个说明 那接着我们今天是三十七道品 跟十二因缘的最后讲义当中 今天是最后一次的 我们今天讲了十二因缘就圆满 下个礼拜我们就是新的课程 我们要从六祖坛经开始讲解 所以希望大家对禅宗 对六祖坛经有兴趣的趋势 希望我们下个礼拜 能够来开始聆听 这个六祖坛经的一个意思 也论 感谢观看